布达拉宫是藏族同胞心中的圣地 即使在冬季 每天到布达拉宫赚经祈福的信众也是络绎不绝不绝 而一直以来 国家对布达拉宫的维修从来没有间断过 为期7年的第二期维修工程即将在9月完工 高原上最宏伟的宫殿将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 冬日暖阳照遍拉萨每一个角落 布达拉宫千百年来默默俯瞰着高原每一位生灵 辅老邪幼不远千里从牧区赶来 手中的金筒不熄的苏油灯 献上前程和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冬季是拉萨的旅游淡季 所以布达拉宫不再对游客人数进行限制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限制参观人数只是这座上千年的宫殿 进行维护的一个措施之一 实际上几年一大修 每年每月甚至每天的小修一直在进行当中 在布达拉宫担任结束近十年的取真 对此深有感触 现在我们客人脚下踩的这个阿嘎图 这个阿嘎图还得要每年修复 包括像这个墙体 你看现在您看到它全都是黄颜色的 都是经过靠就是他们布达拉宫 我们内部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把它经过重新修复 总之布达拉宫国家每年还得要给它修复一次 香炉中燃烧的是四千六百多米高山上采集的野生植物 特殊的香气弥漫大殿 利用这种古老的方法 驱虫还能净化空气 已经沿袭数百年 传统的方法 结合现代的技术 更有国家巨额的修缮资金投入 布达拉宫得以矗立千年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布达拉宫最主要的建筑金顶 这些金顶下面呢 是历世达赖喇嘛的灵塔 那么这个金顶的维修也是刚刚完工 新比辉煌的金顶群 在壮传佛教具有崇高的地位 不过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平台 每天拥挤大量的游客 为了布达拉宫这位老人的长久健康 2006年金顶暂停对外开放 开始大规模维修 强拔格桑已经在布达拉宫工作20多年 熟悉这里的每一砖每一瓦 他介绍说光是金顶群的维护 国家就投入数百万元的资金 而这只是布达拉宫二期维修工程的一部分 今年9月份投入2亿4千万元的 二期维修工程就将完工 第一期维修我经理了 第二期维修是我自己搞的 中央政府拨的钱特别多 那这次布达拉宫工作的话 整个这个基础修得相当好 特别高兴 中央台记者拉撒报道